又来到任年十二生处的时候 说完属虎就要说属后 属后今年是冲态税 冲态税的意思就是你今年会看到什么都不顺眼 就是可以说反态 可以看到些东西不顺眼 你得个身和港字是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的 最重要是行动最实际 今年你是离开大号星、负责星和贴任星 先讲讲这个大号星 大号星在以前的人都喜欢存钱 你看见大号星当然是说破财 如果你是有一笔钱 你可以去买屋、买车、买地 甚至乎是装修家的 这个都算是破财 这一年属后的你最重要就是未财 当你知道你的钱是融在哪里的 你就会开心一点 起码你知道你的钱是受你控制的 否则这个浮尘星是可以令你的情绪不肯定的 所以心静自然清 最重要是做每一件事就是心静去处理 这个血阴性是带来血缸之灾的 但是什么叫血缸之灾呢 就不一定说有大邪和或者是大出血 角刀手指流下血都算是血缸之灾的 有些人在新年都有放血缸的习惯 如果你的八字是有喉的身处的 不妨去想想捐血或者去洗牙 今年有一个八座星在这装阵 就可以给你机会大靠而行 要记得今年你要成功的 你还要挑战自己 每一件事冷静去处理 因为你有一个太极贵人星在这附助你 我在这里祝熟后的你 万事如意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